你这个蛋就应该免费送给人家吃 免费送 对 你还不懂吧 嗯 如果你听我的 免费送给人家吃蛋 业绩至少翻十倍 不挑戏 你这样啊 你听我讲完 如果没效果啊 这个蛋我全买了 OK 那你买了 你用了这一招叫做免费法 效果会好很多 老板帮我拿两个蛋吗 来拿去吧 我现在教你啊 如果这个蛋免费给你要不要 要啊 那拿去吧 来 我跟你讲 第一招 你在这里打一个广告 这个店这里打广告 你说 鸡蛋免费吃 那门口是不是很多人来 那我太亏了 是不是很多人排队来吗 我就问你 那肯定免费送谁不要 那OK 那第二招 不是人人都能免费吃的 我们设一个门槛 老板 等一下 设一个门槛 门槛是什么 19块9的会员 只有办了会员的 才能够免费吃这个茶叶蛋 他不办的 哦 你说他不办是吧 对啊 来第三招我们设计个长线 长线 对 你在店门口啊 放一个电动车 然后这个电动车呢 只要有人啊 365天每天来拿这个茶叶蛋的 就把电动车送给他 又送个电动车 哈哈哈 你看 你每天来拿一个茶叶蛋 你来不来 肯定来啊 你来不来 是吧 免费吗 对啊 那肯定来 365天天天来呢 要不要挑战一下 而且送你那电动车 他也愿意的 所以说你看啊 第一个鸡蛋免费拿是眼流 是吧 把顾客引流到店嘛 你这个鸡蛋成本多少钱 五六毛 差不多吧 六七毛啊 六七毛货一个客是吧 第二个 设置个门槛 我们要留客 留客是什么 十九块九的会员 对吧 十九块会员才能够免 每天免费领个蛋 你不是回本了吗 对啊 是不是啊 是第二招 第三招 要有复购 复购怎么弄 游戏化的组织 你就像他一年来不了 你半年 他如果每天来的话 送他一个空气炸锅 行不行 又送空气炸锅 我说半年 半年送他一个空气炸锅 每天来的话可不可以 哦 所以我们做生意 得学会引流 留客 以及复购 明白 听懂了没有 听懂 所以你这个鸡蛋应该怎么弄 免费送 送了之后 我不可能每天只能买一个鸡蛋 我就吃一个鸡蛋 我肯定还会买一个 或者是买你其他的东西嘛 你看香肠好不好吃 对吧 你会买别的嘛 而且你要搞一个什么叫低销 低销 对 办会员的每天来十块钱嘛 谁不要脸就拿个鸡蛋就跑了 就他最低要买 刚才是不是有个人拿了鸡蛋就走了 好像是的 那他没办会员 所以啊 你明白了没有 这个鸡蛋应该怎么样 免费送 记住了啊 吃香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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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